当DNA解螺旋后 看起来就像是火车轨道或长梯子 DNA分子由四种核甘酸组成 两股支架由磷酸和去胺核糖串联而成 梯子的横杆则是互补配对的寒氮碱基以轻件连结 至于细胞分裂前的DNA复制 也是在两股分离后再以寒氮碱基互补配对的方式 分别在原存的旧骨上形成对应的新骨而获得两个DNA分子 新的两个DNA分子各有一股来自旧DNA分子 故称为半保留复制 最后再度恢复双骨螺旋的模样